什么 37 和 73 又跟王岐山高尚了 王岐山 整来整去都是王岐山 不知道咋了 这中国人调了 73 这个景里面去了 这是美国所有的 GDP 的就是国家收入的 73% 都是给了社保 社会保险 福利 照顾穷人 减少贫富悬殊 和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包括退伍军人 还有老人 还有弱势群体的照顾 这个大家记住啊 这是美国 大家可以查去 另外的颠倒过来 37%是中华人民骨河国王岐山 还有我们的习近平主席领导的共产党 是他们名义上说 37%给了中国人民 买社保 买保险 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退伍军人 就这 37%呢 其中的 20%估计都被到过来给偷走了 所以中国人拿到百分之十几都不错了 所以说战友们 你们能想到啊 这个数据呢 是为这个大会准备的 再一个呢 你们一定上国媒体要去看看 上国媒体看看 我们提供大会的这些核心资料里面 背后我们是怎么说的 是谁盗走了中美人民的财富 中国和美国人民为什么幸福指数 同样的GDP 比如说比较之下有这么不同 还有从 2001 年到 2019 年现在 中美之间的人均GDP和人均指数 还有那个平均指数 还有整个的GDP的对比 就是美国的华尔街 就今天这 50个大咖里边的人 创造了共产党上百万亿的财富 咱估计说200万亿的不准确 咱要纠正啊 那胡扯了啊 咱这一高兴说过了 那真说过了 累积的数字大概是不到100万亿美元 不到100万亿美元 从这个 2001 年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事上 你可以看到 中美之间 真正的问题就是美国人 现在重演了当年 犹太人培养希特勒 给工厂 给技术 给拍电影 给他银行 给他贷款 最后希特勒说 我得杀了你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